現在我們進到簡報46頁呢 我們就用互動的方式 用點擊燈泡來做 跟剛剛不一樣的方法 剛剛的方式是我們一插上電一執行的 它是不是就怎麼樣自動執行 可是現在是我們按下那個燈泡它才做 那你現在呢 各位請你先回到我們的模擬器 第一個麻煩你先把程式要先停止一下 這個地方要麻煩你先停止 好停止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囉 你看上面有沒有一個燒杯 閃電的旁邊有沒有一個燒杯 對這個你把按下去 這個就是Webduno另外一個特點 它所謂的互動區 你按下去之後你會發現 你多了一個叫做網頁互動區的區域 這個區域呢 疊在我們剛剛的這個模擬器的上面 待會你可以稍微把它分開沒關係 我現在先把它合在一起 先把它收起來 好 那這個地方可以選擇 因為Webduno它其實一個很方便的就是它可以做什麼 做互動 而且很容易就可以做到 原本叫點擊燈泡 按下去你們家應該會有一個燈泡跑出來 那麼這個區域呢 網頁互動測試區其實就是在寫網頁 就在寫網頁 那所以它也有相關的積木 在哪邊 在你的左下角這裡 你看你的左下角 有沒有叫網頁互動 點開 有沒有依據你不同的互動方式它有相關的積木可以操作 我們現在叫做點擊燈泡是在這裡 就在這邊 好等一下我們用到它 那現在呢我們麻煩各位請你剛剛我們的這個閃爍我不要了 這個積木我要丟掉 那要丟掉有幾種方法 怎麼來怎麼回去 一個是往回丟有沒有 丟回那個目錄區 可以刪掉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你可以拉拉拉拉拉到右下角 垃圾桶會打開 第三種方法最簡單 按下Delete 按下鍵盤上的Delete也可以 好一樣這個就把它沾掉 我們的設定還是一樣對不對 硬體沒有變 只是程式控制的部分改變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找囉 請你找網頁互動區點擊燈泡裡面 第一個 點擊燈泡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綠色的那個 你把它拉出來放在下面這裡 我們現在按了這顆燈泡之後 要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要把燈打開 或者把它關掉 第二個 還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燈泡 請問是亮的還是暗的 暗的 那如果燈泡我開了 是不是這個燈泡要換成亮的那張燈泡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是做兩件事情 兩件事情 那只要是控制這一塊的 控制這個網頁互動區的都有哪裡 都由這邊來控制 控制真正的LED燈從哪裡 我們剛剛上面這裡不是有一個真正的LED燈的 積木有沒有 真的是由這邊控制 互動的是由下面這邊控制 這樣清楚了 好那我先來這邊找這裡 我到左下角點擊燈泡 你看最後一個 有沒有一個叫做狀態切換 因為我按下去可能是開也可能是關嘛 所以我就找這個狀態切換 也就是說如果它現在是關的 按下去它就自動打開 如果是開的按下去就變成關的 這樣有沒有清楚 好那我現在在這裡把它丟出來 丟到這個積木裡面來囉 丟到這邊 就是我按下這個燈泡的時候 我就做一個所謂的狀態切換 那麼你現在寫完了 按燈泡會 圖會換 真正的LED燈還沒換 所以你找到LED燈 你往下走往下走 應該會發現它也有一個叫做狀態切換 拉進來 至於這個順序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兩個是不互相干擾的 誰在上誰在下沒關係 這樣就完成了 執行看看吧 所以我們測試一下囉 我這樣執行 因為我現在還是他的啦 所以我在這裡點下去 沒有亮 這樣 再執行一次 等一下去 他的亮 在這裡 好在這邊 這樣這裡 有沒有 我這邊 所以我用這裡控制 這樣有沒有控制開關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控制他 那各位 不要客氣 你知道嗎 請看一下我們簡報的 第47頁 你的手機可以拿出來好嗎 你可以掃QR Code控制他 哪裡有QR Code在這裡 上面這裡有沒有一個QR Code 這裡 按下去之後你可以控用手機 直接控制你自己的 因為他這個介面是佛 就是行動裝置的 所以你的行動裝置上 一掃完了 應該就會看到這個燈泡 你就在上面直接控制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請問一定要現場控制嗎 沒有對不對 所以 你在遠距 是不是一樣可以控制他 這樣有沒有了解 請問你掃了之後 可不可以用 可以 太好了 所以你就知道 Webduner好處就在這裡 他並不是要你安裝APP 他在這個網頁互動區 就是為了方便就像我們這樣做控制 他本身就是網頁 本身就是網頁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手機上看到的就是 只有燈泡而已 程式碼有沒有看到 沒有嘛 對不對 他就顯示那一塊